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首度我国元首到美国和第三号人物会谈 随后两人发表了共同声明 总统是指民主正遭逢前所未有的挑战 而麦卡锡则称台美关系是最强劲的时刻 历史性的一刻 总统蔡英文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在雷根图书馆会面 这是我国元首首次在美国见众议院议长 开场集圈台湾总统麦卡锡给足蔡英文面子 总统的好心情藏不住 因为美国友人真的暖心 18位跨党派议员也参加 麦卡锡更是迫不及待 马上发推特说台美友谊 从来没有比此刻更牢固的 我相信我们的联系比较强 比我生日期的更加强 当然 总统蔡英文是这联系的帮助 但是 今天是新的秘密 我们所持续的平均 麦卡锡的谈话不长 看起来是刻意也把舞台留给蔡总统 只是这也让中共大为不满 中国大陆驻美食馆参战 李湘寄信给要参加蔡麦会的议员 警告取消会谈 只是从结果来看 从美国议员到议长 不甩照样出席和挺台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和总统蔡英文 在空军一号前发表谈话 也象征着台美的历史 在新的一个开始 以上是TVB的新闻 李作恒在美国加州的采访报道 蔡总统与麦卡锡会面结束之后 两人举行了联合记者会 总统说台湾人并不孤独 感谢美国挺台湾 对台湾人并不孤独 可以听到蔡总统是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的决心 那么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让台湾人感觉并不孤单 而麦卡锡表示 她很荣幸与蔡总统见面 选在加州的雷根图书馆会谈 就是因为前总统雷根代表 对民主自由和平的承诺 这些共同价值就是台美友谊的基石 而此次会面也写下了历史 这是首次我国总统在美国领土上面 与众议院长面对面来进行谈话 那么另外呢 总统蔡英文离开雷根图书馆之后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也开了记者会 她强调蔡麦会谈话 相当有成效 还一口允诺 美国将持续对台军售 不过对此 国台办是大为光火 连夜发声明是怒向蔡英文过境 是窜美的行径 抨击蔡英文企图要以美谋独 结束和总统蔡英文的联合记者会 美国中院议长麦卡锡 记者会在面对全球媒体 除了重申美国对台军售 对台关系法 以及六项保证不变 麦卡锡的言谈间似乎也通露出 这次与蔡英文的历史性会面 双方相谈盛欢 现场近20位美国跨党派议员陪同 麦卡锡强调美国国会坚定挺台立场 而且这次会谈地点雷根图书馆 象征对民主自由和平的承诺 麦卡锡推特甚至po出与蔡英文合照 发言人表示 美方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反复警示 执意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过境窜美 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众议长麦卡锡 同蔡高调会见 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大陆国台办大为光火发表声明指控蔡英文过境是篡美的行径 通缉以美独谋威胁是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然而美国事前早就警告大陆不要过度反应 蔡英文这一年两度与美国众议院议长会面 而且还写下在美国本土见面的首例 也显见美台关系已经进驻新的格局 TVB的新闻就不到 蔡英总统跟麦卡锡会面之前 大陆启动了台海联合巡航巡查行动 并且公布了巡航台海的画面 但是影片中拍到对面一大片陆地被怀疑是不是台湾 不过海巡署说那是大陆沿岸的区域 也呼吁大陆不要影响台海的安全稳定 公布大陆海巡06巡航台海画面 从舰艇上往外望去 清楚看到对面这一大片陆地 到底是大陆还是台湾 就在大陆宣布启动台海 联合巡航巡查行动后 央视新闻在微博释出12秒影片 说是要维护台海中北部海域 跟保障小三通船舶通行安全 但就怕又要重演去年 维台军演 国防部在信心喊话 持恒备战不分昼夜 海巡署也说明海巡06拍到的 应该是中国大陆沿岸区域 中国启动的台海联合巡查巡航 海巡署第一时间有掌握 我们不会主动让问题复杂化 也期待中国大陆不要影响台海 跟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国防部也释出画面 中共海军山东号航舰编队 穿越巴士海峡 经过台湾东南海域 国军海空兵力跟陆基雷达系统 全程掌握动向 国防部重申 外来压力不会阻挠我们 走向世界决心 中共持续派遣基建 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 对我国家安全造成实质威胁 绝对不是现代负责任国家 应有的表现 秉持不升高冲突 不引发争端的原则 应处任何挑战 在蔡总统跟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前 大陆动作频频 国军及时说明加强监控 对内先稳住民心 TVBS新闻 李华龙丽皮 台北报道 今天追踪第一线 延续话题就在总统蔡英文 与美国众议院长麦卡锡 会晤前的敏感时机 中国大陆清明节的时候 是发布了一篇缅怀先烈的文章中 是刻意凸显了台湾 并且强调 中国一点也不能少 怎么回事呢 连线北京特派韵文 带我们了解 好 确实看到 这是因为呢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总统蔡英文在美国加州 跟美国众议院议长 这个麦卡锡会晤了 而这件事情呢 一直都让北京当局非常的生气 那可以看到是 除了说他们已经启动了 在这个台湾海峡北部的 联合巡航专项行动之外 就是呢 中共的军方在这个清明节前信呢 发布了一系列图文 刻意的凸显 台湾来说是一点都不能少 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图文宣传呢 分别是以这个宗 还有国跟新 这三个国字呢 配上了台湾的这一个点 融进笔画当中 以及图文这个配文的部分呢 是说到 这一点都不能少 作为他们中共军方在清明节前信的一个宣传 不过也确实可以看到是 这次呢 中共目前为止的反应 比起之前在去年的时候 佩洛西访台之后 中共发起一点串的围台军演 这个相较之下是温和了很多的 毕竟呢 因为其实这个会面当中其实看到是 总统呢已经是比较折冲的方式了 因为原本呢是传出麦卡锡要特地的来台北跟总统会晤 但后来改成是总统出访时 在过境美国的时候呢 顺道的在加州跟麦卡锡见面 这是一个比较折冲的方式了 所以美方也不断地呼吁北京当局不要过度的反应 而此刻呢 其实美军的印太司令部也已经提高了戒备 大陆网络巨头360集团的创始人 近日与妻子协议离婚 按照集团公告 他要将名下价值大约89亿元人民币的股份 分割到前妻的名下 这样的天价离婚也掀起了讨论 详细情形要继续交给韵文 好 确实来看大陆关于一起呢 天价的离婚协议 这是呢中国大陆早期的一个网络巨头 是360集团的创办人 叫做周鸿一 他跟相恋近30年妻子呢 这个胡欢离婚了 那根据他们离婚协议呢 这周鸿一要把公司的股份 6.25%分割给前妻 而这比这个股份呢 它的价值大约是有400亿台币之多 也就是一份离婚协议书 价值了400亿台币哦 那我们看到的是呢 这根据这个他们公司 就是三轮集团公告说 这是一次私人的关系调整 不会影响到公司的控股股东结构 以及不会影响到公司他们实际的控制人 这部分呢 依旧还是周鸿一的 它的表决权依旧占比还是过半的 那也看到他们也说到这个未来这一年当中 周鸿一不会有任何的增股或者是减持股份计划 以及他的前期呢 虽然获赠这笔的股份 在未来的半年之内也没有任何要增持或是减持的计划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除了这个付了400亿的 离婚添价的这样的代价之外 其实周鸿一他今年是转去的比较低调了 因为他的公司跟身家的估值 通通都是大缩水的 我们看到是根据最新的政府论 付号房指出 他的排名是排在一千两百名之后 整体的身家是减少到了 只有大约是八百亿台币 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接近尾声 今天上午前往了上海复旦大学与大学生座谈 TVBS北京特派林敏珍陈旭 来自现场的最新报道 马前总统在大陆的最后一场学生座谈会 地点选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光华楼13楼 大陆学生出席人数有30人 台湾学生人数是28人 和前面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两场座谈会 最大的不同是 这场座谈学生座位安排不是大陆一边台湾一边 而是大陆台湾学生交叉座 校方表示这样是方便两岸学生能进一步的互动 马前总统访问大陆到今天第11天了 昨天参访时似乎有点疲惫 不过在经过一晚休息 今天马前总统的气色看起来相当不错 有精神 除了和复旦学生分享 这一趟来大陆每一站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还开玩笑说他准备的小礼物 加训书签没有措字 来看一段现场 安排两岸年轻朋友交流的最后一站 回顾过去十天的访问 以及在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的交流 我有几点感想 第一 推动两岸年轻人彼此交流 是我们这一代最为迫切的任务 前几天在武汉与长沙 两场交流座谈结束后 我们看到 双方的同学迫不及待地交换微信 甚至于我们上了车 都欲罢不难 根本不需要我们催促 可见两岸年轻朋友的自然交流 自然融合 如此顺理成章 也代表着两岸年轻人 只是欠缺机会与接触 多了解 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 这两点 两岸当局都要更加努力 这场座谈只开放媒体拍摄开场致辞 学生交流时媒体得撤场 根据安排座谈表定一个小时结束 之后马前总统和学生 就会进行大合照 根据规划 今天下午马前总统会参观 上海城市规划馆和四行仓库 晚上表定马前总统和台湾学生会 夜游黄浦江 以上是林明珍陈旭义 在上海掌握的最新讯息 前总统马英九访路 五号晚间会见上海市委书记 重提九二共识跟ECFA 特别用台语念ECFA 是指发达的意思 只是也许行程太操劳 下午在浦东新区 城市运行管理中心 听简报的时候 马前总统撑着眼评 不断喝茶提神 在售台语大战ECFA 在两岸经贸的重要性 前总统马英九访路 五号晚间会见上海市委书记 陈吉宁 再提九二共识带来的两岸贡献 参访行程马不停蹄 下午马前总统也到上海浦东新区 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 只是十天来行程从早到晚 不知道是不是太操劳了 马前总统听简报时 极度撑着眼皮 不时喝茶提神 不过随团的学生和团员 可就没这么跟 直接找周公去 要建立智慧城市 像这样的城市运行管理中心 在上海的普通市区 就有超过十处 在里头包括路上的行人 行车的流量都能及时回报 并建立全天候的指挥机制 说他是城市的大脑 一点都不为过 马前总统访问团 五号一早从重庆达机飞往上海 相较之前车子开到空桥下 让他走阶梯登机 规格再提高 重庆相关人员列队欢迎 飞机上商务舱是访团专属 不开放民众华为 马前总统六号将参访 和平饭店跟四行仓库 见证两岸及抗战历史的景点 TVBS新闻陈旭宇 是汉叶峰伟林敏珍 上海采访报道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提前结束了访美行程 一回到台湾就火速开记者会 宣布投入2024总统大选 同时也争取国民党征召提名 甚至也为了当年退党一事 鞠躬斗欠 还说如果民调最后输了 没有获得征召 会全力支持侯友宜 方美回台第一件事就是强势宣布 交逐2024 而这一次郭台铭要证明 自己已经不在年轻冲动 我也要为我四年前 负气离开国民党 让很多人失望 所以向国民党朋友们 致上我万分的歉意 对不起 深深一鞠躬 长达十秒钟 为了能获得征召 郭台铭放下身段 想消除在兰营内的仇恨值 不只展现气度 提到美中对抗国际趋势 郭台铭更给自己逐起高度 看来这一趟去美国 郭台铭真的上了很多 人才锻炼 也是台铭 争取参选 2024总统的动力 大动作表态 爱妻曾欣赢更是全程 站在台下陪同 只求接下来有机会 跟四年前一样 牵手助选 完成丈夫行愿 TVBS新闻 刘俊张科 SNG小组 桃园报道 中国大陆正在计划 对2020年更新出口限制清单 来进行修订 传出可能要禁止 某些稀土磁铁技术的出口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指出 全球最大的稀土出口国 中国大陆 现在考虑打出稀土牌 将禁止或是限制加工 和提炼稀土元素的技术出口 就包括了高性能 磁铁合金技术 太阳能电池板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么由于稀土是日本和美国的弱点 外界就认为 这是中国大陆 针对美日和联手展开 晶片出口限制而做的反制 很可能将稀土来作为谈判筹码 而美国前总统川普 成为了第一位被刑事起诉的现任元首 川普被控34项 卫造商业记录罪 但是他坚持清白无罪 在听证会之后 他回到大本营佛罗里达州 并在自己的海湖庄园进行了演说 他向支持者喊冤 指控一切都是民主党的政治猎杀 而美国多家媒体 受不了川普的满口谎言 最后是直接中断直播 等的就是这一刻 前美国总统川普 背上34条刑事罪名出庭 川普 请你来跟我们讲 川普 宣称臭脸不甩提问 但是这短短8秒画面历史留名 成为卸任后第一个被法办的元首 为了川普这场世纪出庭 美国媒体大动员 从川普踏出了川普大楼 空中直升机 路上摄影机 路空两路 全程跟车直播 川普本人看来很有信心 还向支持者挥拳致意 他所到之处挺川 反川派吵成一团 罚任外媒体混乱追逐 大批记者卡位连线 还有扮装人物来蹭热度 倒是川普本人这次出庭 是罕见的习字如今 进出法庭不到20秒 都没有对记者喊话 就连在出庭审讯时 对34项伪造商业记录罪的指控 也是不发抑郁 出庭结束之后 川普委任律师率先发难 律师团批评纽约检方 罗之重罪罪名 对付验薪及饭店门房人员 三万到十五万美元 不等的封口费等等指控 川普团队主张全部无罪 但是如今转为污点证人的 前川普律师科恩似乎还留了一手 要对付前老板 科恩保证绝对会提供检方足够的证据 而川普则是在获得保释之后 一刻不停留 马上搭专机回到他的大本营 佛州 在自己的地盘海湖庄园 川普终于大声喊冤 指控一切都是民主党的政治猎杀 川普这场记者会安排的像是整个家族的造势大会 儿子 媳妇都到齐 上走星光大道在欢呼声中亮相 川普本人则是压轴登场 高分贝的大喊冤枉 川普一开口又一如过去几年指控一切都是假的 谎话连篇让电视台干脆复播了 像是CNN MSNBC最后都中断直播 但是如今这场官司真的会打击川普人气吗 川普阵营坚称官司越大只会让川普的声量越高 而下一场的听证会安排在12月4号 时间点更靠近2024大选 势必会再掀起两党口水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带您掌握东南亚的动态 根据泰国世界日报报道 旅游局宣布清凉一下大宋干主题活动于本月13到15日举行 邀请中国日本南韩印度四国来参与花车与传统节庆大游行 升级规模与国际化水平 泰国商大民调发现今年的宋干节会非常热闹 更多人愿意外出旅行将创造流动资金1250而已 多数的民众会积极投票 希望选出新政府解决问题使泰国的经济更好 印尼解除了所有的防疫措施 雅加达的一间清真寺 今年的斋戒月重现疫情前的盛况 数千名穆斯林西家带卷一起开斋 祈祷还有近百名的志工 投入准备食物的工作 孟加拉首都达卡当地的著名服饰 布料批发市场发生了严重的火灾 出动600名消防员到场救援 3000家以上的店铺是复制一具 幸好没有发现任何伤亡 而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 泰国榴莲产量比去年增长了4.85% 因为多年来榴莲的价格一直很好 加上天气恶劣连续降雨 使得种植山竹 红毛丹 还有龙公果的农民决定改种榴莲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巴西南部有一位男子 拿着斧头翻墙闯入了托儿中心 随机砍人 奏成至少4名年龄只有5到7岁的血统死亡 而事发当下有一位老师是相当迅速地 把学生反锁在厕所里面 救了许多小朋友的性命 游乐场围上红黄色的封锁线 墙上还挂着一排 来不及被小主人带走的书包 这户车警车全道场 巴西南部圣卡塔里纳托儿中心 发生随机斧头砍头案 就是犯过这片爱围墙 25岁男子拿着斧头闯入幼儿园 看到小朋友就动手 除了死者4人 还有5位血同重伤 如果没有老师机智举动 伤亡恐怕更惨重 受害家属在门口痛哭 幸存小朋友的爸爸红了眼眶 不敢相信 这起残忍案件震惊巴西 凶手目前已经投案被戴 总统鲁拉推文致哀 一根根蜡烛纪念受害小朋友 当地也宣布进入30天哀悼期 TPS新闻众号报道 亲俄的瓦格纳佣兵集团 近日来是不断大外宣 直指占领了乌东的巴赫姆特 还公布了夜视镜影片佐证 已经在当地插上了俄罗斯的国旗 不过遭到乌克兰军方驳斥 强调过去24小时之内 击退了敌军20次的攻势 多数的地区都没有失守 而乌克兰的士兵也明确地表示 他们依旧防守在东部的前线 机枪瞄准进监控周围一举一动 乌克兰士兵在宁宁豪沟内守好阵地 乌克兰东部盾内刺客 乌军想要歼灭敌军 日夜随时紧盯不敢松歇 另一头巴赫姆特战况依旧焦灼 但亲俄佣兵瓦格纳持续宣称 已经占领当地所有土地 只是现在巴赫姆特到底有谁掌控 还是各说各话 事实上双方地面站从未停过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选在此时拜访基辅 他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 大战泽伦斯基勇敢对抗普钦 泽伦斯基则是拿龙准风肆虐 阿肯色州当比拟 直言战后重建的艰辛 相信美国人现在能够感同身受 TVBS新闻读得 恩物战争还有美中僵局 国际式地缘政治陷入了分裂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计算 长期下来恐怕让全球的GDP减少2% 根据INF研究发现 日渐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 影响到了投资策略 外国直接投资 从原本地理上较接近的国家 转向地缘政治上较亲近的国家 像是美国与欧洲结盟 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地缘政治观点 类似的国家彼此间的外国直接投资 金额会增加 而IMF官员也警告 整体而言 分裂的世界并不利于经济发展 这可能对中国大陆 以及东南亚国家伤害最大 长期下来 全球的经济将会下滑 大约2% 另外再来看到 在南韩 5000韩元以下 台币100元 有找的微波食品销量 是成长了五成 但是顶不住通膨的压力 南韩的外食物价也是狂飙 代表性的庶民美食 炸酱面 将近台币150元 拌面 冷面 生鸡汤 三大指标性的饮食 也都破万韩元 那么就等于吃了一次 就要台币250起跳 南韩两大老团就喊话 尹熙悦政府 上调最低的时薪 午休时间一到 首尔江南区超商 人满为患 上班族站在冰箱前 左挑右选 价格落在5000韩元以下 相当于台币100元油爪的饭团 为拨便当和青石沙拉 最受到欢迎 收尔月外食平均物价出炉 一份生鸡汤 要16,115韩元 将近台币400元 冷面和拌饭 也要台币250元上下 就连庶民美食代表之一 炸酱面 一碗也来到 6361韩元 逼近台币150块钱 五年之间 涨幅高达27% 如今想要在南韩 用1万韩元解决一餐 不是件容易的事 南韩三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虽然放缓到4.2% 是一年以来最低涨幅 但剔除受到气候因素影响 较大的农产品和油价 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依旧逼近5% 通膨走势有待观察 专家认为南韩经济前景 还不容乐观 因为新冠疫情延烧三年 南韩投入大笔抗疫 和民生发展资金 去年国家债务总额 首次超过一千兆韩元 占国内生产总额比重 甚至49.6% 刷新记录 南韩这个月中即将召开 一年一度的最低薪资 调整委员会 两大劳动工会联盟 四号联合提出要求 希望南韩政府将最低时薪 从今年的九千六百二十韩元 明年调升到一万两千韩元 相当于台币两百八十块钱 通膨加剧导致实际薪资缩水 基层劳工苦不堪言 不过根据最新统计 南韩平均年薪达到一亿韩元以上 折合台币两百三十四万的大企业 却有增加的趋势 今年榜上有名的除了三星电子 SK海力士 LG电子和现代汽车 还有其他二十一家韩汽 是史上最多 三星电子四号宣布 砸四兆韩元 在此公司三星显示位于崖山的工厂 打造全新OLED产线 这将使三星用于平板电脑的OLED面板 年产量从原先的四百五十万上看一千万片 足以与中气抗衡保住市战略 南韩总统尹齐悦特别献身力挺 因为后续带动的投资效应可期 南韩政府三月份才刚宣布 要在二零二六年之前吸引晶片 显示器电池和生计等六大领域产业 实现民间投资五百五十兆韩元 在当中扮演要角的正式三星电子集团 贵手在首尔近郊 经济到龙山区忙着开拓 因为三星电子日前才刚承诺 在此投入三百兆韩元 打造五座新工厂 加上SK海力士的一百二十兆韩元 投资规模 渴望发展为全球最大半导体聚落 消息一书包含荷兰晶片设备龙头艾斯摩尔 德国科技大厂赫利士集团在内 已经吸引多家海内外企业 也来到经济道布局投资 经济道政府不敢怠慢 成立专案小组全力支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疫情解封之后 多条航线的机位是一味难求 现在还传出航空公司为了机位 要求旅行社是提早开票 否则就要加价或是收回机位 引发了旅行社不满 更可能影响消费者往后的旅行成本 可能提高 那么也转嫁到旅客身上 优惠也可能会减少 因此喊话主管机关 应该要赶快明定相关的规则 一到假期 机场候机室 旅客满满满 出国人潮天天创高峰 机位更是一味难求 现在还传出航空公司 要求旅行社 要提早确定旅客名单也开票 否则要把机位回收 或是加价 换句话说 这样的状况对消费者而言 往后旅行社给出大促销优惠 可能减少 出新机会也降低 出团人数变成小团 成本上也会提高 还有某家旅行社说 接到航空公司要求 提前把两个月的票开完 最后每个机位涨价6000 整团成本直接增加12万 逼迫着旅行社 必须把位置还回给航空公司 但是旅行社这边 又是因为收旅客收到一半 对旅行社来讲 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过往航空公司 只靠商务客或散客 难以撑起营运 才有旅行社推包装行程助攻 但现阶段自由行需求大增 才让航空公司 收回座位状况越来越频繁 也可能变相让旅行社和消费者 产生纠纷 平保协会也喊话 主管机关应该出面协调 明定相关机制和规则 国门解封自由行越来越夯 机票贩售也成为另类的旅游乱象 体北新闻 王阳张慧仙台报道 国门开放之后 您到日本旅游了吗 日本九州相信是不少人出游的选项 那么其中左鹤县 不但有日本三大走势之一的 胡子昭市 也有日本三大豆河神社之一的 佑德豆河神社 带您一起来看 好大 我帮他破掉 比脸还大的仙贝不但薄萃 也吃得到乌贼的口感 只是风一吹 惨剧发生 好大 风很大 这里是贝山临海的胡子昭市 店家摆出新鲜鱼货 跟各种在地的点心美食 热情的招呼 上面游客还有买菜的阿公阿嬷 大市集里有吃有逛 还有浓浓的在地人情味 转个身 来到参拜海之神的地方 那边有海洲鸟居 那我们九州有一个内海 叫有名海 那它们的超差 大概有六到七米 那满潮的时候 海水沿到鸟居的一半 然后退潮的时候 客人可以去鸟居的下面走过去 从岸上到海边一眼望去 城牌鸟居飘渺梦幻 不少情侣朝圣拍照 讲到朝圣一定要来到 现立博物馆 战国武将封城秀吉的 黄金茶屋复刻板 三张羊毛榻榻米大小 却动用了一万六千五百片金箔拼贴 贵气逼人又耀眼 另外日本三大之一的 又得道和神社更是华丽庄严 台湾の方でご商売されている方だとか あとはお金持ちになりたい方 そういった方々がたくさん来られます もちろん家内安全とか身体検査 玄造式的建筑比京都清水色还要高 正殿的天花板以格状设计 点缀着花卉图案 有如艺术般的呈现 整座神社最特别的就是建筑设计 处处有着爱心形状 原本的构思是鱼的尾巴 因为鱼下有水的防火概念 如今不但变成网路热门话题 也是旅人们到此一游 必寻必拍的浪漫标记 TVBS新闻徐启方 日本左赫采访报道 物联网技术使用范围不断在扩大 专家认为环境运算将成为 未来的发展趋势 很多必要讯息会跟生活当中的物件结合 但是也有专家担心 像这样的生活离不开物联网 也可能会出现像是窃听 私人资讯 遭到窃取等等 隐私被侵犯的危机 看起来像是一般市面上的智慧手表 但对不少音乐家来说 这是一款节奏神器 能让节奏神器销售超过十万支 物联网技术是让产品 站稳脚步的关键 有物联网技术就能满足无限的想象 强调最好的科技就是消失在无形之中 融入生活 一把下雨时会亮灯提醒的预算 就是最好的例子 其他像是太久没打开 会提醒吃药的药罐 或是心律不准 会发出警告的戒指 都是类似的物联网科技 利用所谓的环境运算 创造出如同魔法一般的能力 但要让这些魔法成真 就是身边所有的物品都得连接上网 资讯都会被上传到云端 很多隐私可能随时会被利用或是曝光 在方便的同时可能得承担更多的风险 就连看起来最无害的娃娃的 有可能变成家长的噩梦 利用AI语音辨识系统打造 可以跟小朋友对话的玩具 只要利用手机就能 轻而易举地破解 尽管负责娃娃语音电视的公司强调不会泄露收集到的声音档案 但德国因为担心有窃听疑虑 已经要求禁止败售这款玩具 但专家强调现在这样的物联网已经太深入生活 类似这样的金融方式根本很难确保隐私安全 专家认为消费者本来就不应该在网络安全 还有便利之间做出选择 欧盟以及美国也制定法案管控包括智慧家电 还有物联网装置 但还是提醒民众在使用这些物联网用品时 应该要有警觉避免敏感信息被轻易泄漏 TVA新闻综合报道 AI越来越夯 为了不让美国开发的ChatGDP专美于钱 南韩也开发出了本土的AI聊天机器人叫做ExoBrain 他曾经还登上了南韩知识竞赛节目 与人类智力对决来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渴望和ChatGDP等外国的人工智慧技术一较高下 美国有ChatGPT南韩有ExoBrain 김영란법 처벌에 대한 질문을 하자 정확한 답변을 내놓습니다 김영란법이 부정 청탁 및 금품 등 수수의 금지에 관한 법률이라는 정식 명칭을 정확히 이해하고 있습니다 南韩电子通信研究院ETRI 历史10年才开发出南韩本土的AI聊天机器人 이 ExoBrain은 최초로 한국어로 질의응답이 가능한 인공지능 기술입니다 ExoBrain技术从2013年开始 到今年2月完成研发 被评论为 신수韩语人工智慧生态系统 渴望和ChatGPT等 外国人工智慧技术 대화용 질문에 대해 검색된 문서에서 정답을 찾아주는 심층 질의응답 기술과 한국어 언어 분석 기술 딥러닝 언어 모델 기반 응용 기술 등을 탑재했습니다 ExoBrain还曾经登上南韩知识競賽 节目 在与人類的智力 对决中取得壓倒性 勝利 南韩电子通信研究院 不藏私 将它作为公开资源 在两千三百四十九个机关 单位使用了 六千一百万次以上 南韩 지키 跟上AI新趋势 打造Made in Korea的 生成式AI技术 同一时间 各种替人類工作的机器人 也在开发当中 소금쟁이처럼 생긴 로봇이 물 위에 떠 있습니다 순간적으로 몸을 움츠리더니 다리를 모으고 펄쩍 날아 20cm 높이의 장애물을 가뿐히 넘어갑니다 由南韩开发出的 这款仿生机器人 弹跳能力惊人 瞬间最高 可以跳到五十公分以上 仿生机器人 模仿自然界生物的外部形状 和運動原理 能够代替人类 从事较危险的工作 可以在 Live를 개발했다고 밝혔습니다 四组步行机器人 也被设置在工厂 监视有无外部人员入侵 代替人类观察危险区域 AI机器人 相关需求大增 南韩不断 精进技术 不担心AI 取代人类 而是让机器人 成为人类好帮手 TVS新闻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 也只组定稍后 Focus世界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